大家好呀 咱们上期视频简单捋了一下 安部必可规的最新分类变动 因为是总结性质的中间插入内容 说的也比较缩略 一些小伙伴表示没看明白啥意思 甚至有朋友提出质疑 觉得这是在瞎改乱分 那这次就专门用一期视频的篇幅 详细讲讲安部的这次分类变动 然后再回应一下相关质疑 远先的安部必可规 或者说广义上的安部必可规 这次被拆成了五种规 必可规属大家庭又增加了四个新成员 那咱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掰开 分别来介绍一下它们 第一种规 安部必可规 或者叫马来必可规 沿用之前的称呼 就是原先的指名亚种扁安 扁安原先有两个重要的地域种群 分别是主要分布在摩洛加群岛的印尼扁安 和在菲律宾群岛的菲律宾扁安 这次最新分类的安部必可规 就是由印尼扁安构成的指名亚种 和在苏拉威西西描述的一种 有着鲜明橙色脑袋的新亚种共同组建的 有规友跟我说 已经有国人远下南洋 搞到了这种巨头安部 当地人估计更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也不知道他们被学者摘出来是姓还是不姓 至于菲律宾扁安 则已经独立了出来 第二种规 菲律宾必可规 就是上面那个独立出来的菲律宾扁安 第三种规 东印度必可规 由原先的灰安和黑安共同组成 其中灰安是指名亚种 第四种规 线纹必可规 也就是原先的线安 之前线安在印度东北部 紧邻东南亚的半飞地阿萨姆邦附近 还分布着一个地域种群 有着红橙头纹的阿萨姆线安 在这次分类变动中独立 第五种规 普世必可规 就是上面那个独立出来的阿萨姆线安 然后咱们再聊聊安部必可规 最新的分类变动 是不是在瞎改乱分 这次研究的样本不是在国内养殖厂随便拎几只安部就开始了 而是在广义安部与东南亚分布的各个地理单元 采集了数以百计的样本 并拥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的相关研究 得出的结论也是受到相对普遍的认可 其实我能理解那些不能接受这次变动的归有的心情 自己养安部这么多年 今天跟你说想再入支扁安 明天跟他讨论黑安和线安谁更漂亮 结果现在突然告诉我黑灰献便不存在了 这么多年玩了个寂寞 这不纯小丑吗 一时接受不了很正常 但是这种消极情绪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归虫领域跟的基本就是两码事 我敢打包票 黑灰献便这些称谓依然会在国内归虫市场长期存在 任何一种最初严肃的分类 只要进入归虫市场 经过长期选域杂交的流变 都会沦为单纯描述品项价值的商品名 个别无良归商甚至都懒得对标品项 干脆变成了张冠礼带 忽悠小白的一个随口乱叫的噱头 等到这种归人工养制达到一定规模 还会自己增加一些所谓品种 往往还煞有介事的一二三四列出具体鉴别标准 出现一些诸如肉眼见纯的骚操作 这跟严禁的生物分类完全不沾边 所以这次安不必可归的分类变动 大伙真没必要有太大反应 直到有这么回事就行了 不影响咱们正常养归 不影响咱们正常养归